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日誓 昔日往事 又來到星期五晚的西城雪市 今天依然是Baby 沈大哥和林安靜 沈大哥通常第一節都是講阿玛 這個星期好像有大賽 其實有一場大賽叫做什麼 叫做渣打冠軍 記者打杯 這場大賽很多年前就很轟動 但這幾年我覺得他有大賽之名 就沒有大賽之實 為什麼呢 你看看 跑2,400 只有七隻馬報名 何謂大賽呢 即是反映出香港的長途馬很凋零 七隻馬當中就有兩隻 Old Boy 一隻二號長男八歲 一隻威爾頓七歲 是 還可以在這一級賽那裡跑正大杯 反映出香港正宗的長途馬好的是很少 而且一般馬主都很少會去買一匹跑正宗的長途馬回來 為什麼呢 原因是香港的賽馬更短途和中距離 一個到兩千以上的每年每一季的賽程就甚少 那你買一隻馬回來 一年想出賽的機會呢 不大 那有些馬呢 真的起碼要跑2,000 2,000 2,000 4,000 甚至3,000 你叫跑1,800 他死定都可以了 一定不夠快 那所以那些馬主呢 不要啦 我不如買一些短途馬 所以澳流的短途馬呢 香港就很搶手 而且香港的馬呢 都是以短途中距離的馬呢 才可以跟外國 日本啊 美國啊 英國啊 去搶手 但是呢 如果你說長途馬呢 通常都是刮多個賽 所以呢 香港這個國際賽 12月那些呢 那叫銀平啊 即是2,400 那些 我們香港的馬很少會跑贏 很難得有一次贏 很自意我記憶會贏 一、兩次 那麼少 給外國那些馬來執錢 是 法國馬就多了 現在到日本馬了 嗯 上一屆 即是去年10月 12月呢 尼建皇冠 前面那隻 莫牙騎 兩隻呢 都是一隻日本馬 一隻法國馬 是 香港的就賠償 所以說呢 這些這樣的銀平呢 就是叫外國那些馬來執錢 反而啊 沈大哥 外國都幾輕 反而跑的長途是更多 是的 有兩千 八 三千都有 所以呢 不同的方法 所以 香港的短途馬 可以贏 所以你說跑1200 他每次都會贏 甚至包括三重賽 所以外國馬 初初跑1000 一千就沒得跑 又不可以了 你改吧 改1200 都是輸 所以 就勉強跟香港 都跑一下呢 是日本 其他 美國 英國 英國馬呢 短途 它爆炸力不夠 它不輕跑短途 所以呢 所以呢 香港的短途馬呢 就稱吼 稱霸 但一到呢 二千以上呢 就危險了 尤其二千四呢 幾乎 幾乎 差不多 所以你看到今天 七隻馬 跑 這個是借打杯 有兩隻呢 就跟沈大哥一樣 是老餅 最年輕的那隻呢 有三隻 四歲馬 就是英雄 喜連彩星 大紅頭 更過癮 你看一看 出馬八隻 七隻啊 原來呢 兩個馬狂 就是呢 John Moore 和Tony 是 隨時 頭四名全部 是啊 所以我告訴你 這樣的 比賽 有什麼意思呢 就益了 那個 連馬師 拿獎金 跑第五的 也有獎金 即是我出 一定有獎金 所以我就覺得 這樣的賽事 以其這樣 我索性呢 將這個 借打杯的賽程 一來改了它 跑兩千二或者兩千 一來取消它 一來呢 就 排多些兩千以上的長途賽 給那些馬 就鼓勵那些馬 多買長途馬回來 是 那這樣 這個借打杯 是有意思的 以前借打杯的族名 叫跑馬王 跑馬王 現在都不是的 今季的馬王 給我選 不用選 一定是佳龍區 是 一來追到這隻三款馬王 吃得這麼慘 第二呢 他成績是最好的 三款 他不是馬王 不幫你是馬王 不幫你明月遷 你是馬王 是嗎 沒有什麼可能 所以不用選 所以這個跑馬王 已經是失色 還有這場賽事是七隻 是慢的 人家當然 貼那些馬平家 當然是一路 明月遷你 報紋 是嗎 這是肯定的 是 將蠟 英豪 起年財星 但是我告訴你 分分鐘又不是這麼慘 馬越少 通常的結果是爆冷 你想不到的 你想不到的 這場馬呢 我反而看好七號馬 大鴻圖 這隻正宗的長途馬 用回蘇紹輝 這隻馬雖然是分數 但是這個分數呢 它九十五是虛分 這隻馬 越跑長越好 所以英雄大鴻圖呢 我反而看好高東 尹偉妄爺 就好過你 這隻明月千里 我覺得它都去不了 頭四 它那個長男就很怪 這隻馬 你們看壞的時候 它又跑出水準 變冷 所以我會後什麼呢 我會買二、四、七 二、四、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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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機會就很大 本來起年財星都不錯 不過就是我弟弟 其實差點 叫做山仔達 山仔達呢 其實長途馬呢 老實說 我就是魷魚頭 尤其是鬥後勁 它太柔軟 所以我不如看好 我認為這場馬呢 如果你真的買 不如買二、四、七 搏到東來回來 那就好分了 你就打算 那些康政是走光面的人 是 死者 大魔到時候買 那就好分了 你說是不是 大魔如果真正跑 名譽千里 他跑 未必不夠四號好 四號真的好過就是名譽千里 但是又來到我 沈大哥 近來 雷神 好像 不響了 每次 有時候 有幾次都拿不到騎士 又贏不到頭馬 最多是Place 怎麼搞的 我朋友說 他騎死了 當然是農居行衰 這就是完學 其實雷神 近幾次的賽職 沒有以前那麼好 我們可以客觀地去分析 最簡單 他的馬 不是那麼有實力 因人而熱的 因人而熱 他就沒有辦法 叫你不要買 就是 那些 馬迷 對他太過抗熱 因為他騎 一定會搏 我看他幾場跑地 是搏的 我知道是線路神 他經常搏 搏輸了 那你就不要罵他 那些馬有實力 他都跑給你看 你知道嗎 他都兩三個 第二 一個第三 算是這樣的 50%的賞命率 他贏到跑第二 那就是跑馬 行雪三分險 不是一定贏 他不會說沒有影 還好過我們那個 潘安的弟弟 潘頓 一是贏五場 一是沒有影 一是一場 那還要死 是嗎 為什麼你們不會摘爛 這個人 要摘爛我們的 雷神哥哥 他不贏馬 你贏一場 也不會贏 你起碼兩三場 那你就對他要求 你要看馬的實力 跑馬 始終是跑馬 騎工是幫助 不是真的不夠人跑 騎工好 還是會輸 我不是說跟他分別 他這個情有可餘 還有 弟弟 林康正在香港去英國讀書 那你經常考第一 整次考第二 第三 讓那個鬼仔人開心 你不要受盡殺絕 你明白這個道理 那他跑馬頭都明白 人家說 大哥 你現在是一百四十九 還要贏硬 何必趕盡殺絕 有些馬留 你明白 你在我們的地頭 你現在不是巴西 沒錯 你是猛龍 這個猛龍 殺到地頭蟲 一頸血 你給點面 閉尾 那些兄弟要尋找 你明白嗎 有時候 那些馬被騎 就是最厲害的 那些馬不太好 你騎 你騎他 他就贏不了 你明白嗎 好像獲得倍 你看到的 入去直路 都在前面 那隻馬自己沒有 不是他獲得 即是他輸 他輸 就輸了他的馬 不是我拉 明白嗎 現在就是這樣的情況 好的馬 給別人騎 你騎些 他就不要得罪 多些馬 下一季 為下一季準備 現在雷神 你知不知道 所以這個時候 雷神的馬 他騎大摩 或者高東里的馬 他就 泰賽 通常都會拼搏的 一般 你要看 除非那隻馬 有實力 他又沒有騎過 想他贏 如果不是 贏過一兩次的那些 就留給康正買 寶寶就不要買 多個菜 反而 我們不講潘頓了 因為潘頓的弟弟 不需要講 我想我坐地鐵 我經常聽到一些馬米 拿著一杯 有仔 有仔 當然是法文 法文 最多的 對著廣製 對著日本隊 這個 這樣 不用看 要是射一條螺蛇 整天是這樣的 為何有這個人在騎 很少有雷神 為何贏不了 一場也不夠後 人家對你太過期末 對那個潘頓的弟弟 我沒有什麼期望 你要買 你去買 他突然間 你捉不到他 那次贏 你買中 你很長期買 你必輸無二 反而我覺得 令到我有些傷感 就是這位女騎士 是 蔣小梅 她這一季的演出 不是說不好 是甚差 是差到你不相信 這一個女騎士 是上一季這麼受人歡迎 是這麼受為擁戴 是這麼受為孽捧 通過這件事 我就有感覺 一個小孩 兒子 小女兒 過分的愛護 過分的捧 在正 倫良方面說 加重她心理壓力 患得患失 在副方面說 照直 囂張 我可以了 我那個劇 挺好 鬥爺 我不知道 蔣小梅 是哪一種心態 但我可以告訴你 蔣小梅 這兩種心態 對你都是自明 第一 有沒有壓力 我靚梅 盡力向前 是不是 有什麼壓力 第二 如果你說我可以了 那你第二個 蔡銘小 我不知道你哪一種 我希望你一時失常 我希望你下一季 就是這個夏天 你會出去 或者送你去外地客村 去吸收經驗 你要好好地學習 多些騎下木馬 那手薑石 推騎方面 再看看我們莫雷拉 走位 那些巡邏影片 真是學習一下 我希望你下一季 能夠有進步 到底只有一個女騎師 就是我們 也不是馬迷不變 太過摘爛你 就是我們愛吃人才 又不是盲目 這樣 啊 蔣小梅 你知道嗎 你馬迷輸了 你粗爛爛笑 我們不是 你騎得 但我不知道你 什麼原因 導致你這樣 我講了兩個原因 不知道中不中 如果前面那個 我就覺得你不用 你又不是雷神 什麼有壓力 你知道嗎 外國有班 最佳女騎師 比如 女騎下騎師 你一時之間 上了雲端 很容易跌下來 知道嗎 你現在騎馬 就是跌下來 你現在要聽別人說 尤其你的導師 陳廉遲校長 你應該聽一下他的分析 應該陳校長告訴你 千萬得意 不要忘形 就算不是那一招 你是 有壓力 有什麼壓力 你是小女兒 你是女兒 你是女兒 你盡力騎 我們看到 怎麼會說有什麼壓力 所以 要戰勝自己 第一 不要有壓力 第二 千萬不要得意忘形 得意忘形 老實說 你現在剛剛開報 得意忘形 死定 即使莫雷拉 得意忘形 他一樣死 你要明白 馬場 沒有你們 一樣有騎師 騎馬 馬場會停止 只有你們 跟馬場拜拜 你看到你很多師兄 鄭宇恬 何華倫 很多人在香港騎 為什麼不可以在香港騎 最認識的就是 錢建明 余建雄 為什麼呢 走到澳門 你是不是想學他們 你不想 OK 真是 最重要 做騎師 兒子 女兒也好 不要受外界的誘惑 多些 跟那些正途的人士 來往 聽聽別人 花花綠綠的銷票 你今年二十二歲 起碼賺十年 不需要急於賺一個時候 我不是說你一定受到誘惑 但是我提醒你 如果有誘惑你想 我長成好過短運 你看到了 鄭師兄就是一個例 好端 無端端 馬無端不發牌給你 是不是 你會不會不發牌給女神 嗯 你不發牌給你 一定是一個原因 尤其是請你 余田你拿你的財政 你不肯教 那麼 那 余田你 你不引人懷疑你 我們不是誹謗你 那你就沒得騎 你想一下 你騎了這麼多年 一直騎下去 好了 老了 又可以退休 又可以做馬房工作 是吧 又可以學劉濤 我可以這樣做 這個什麼 施集員經理 很好 有份身水 為什麼要搞到這樣 現在你沒得騎 看看有沒有人來找你 有沒有人來提你 這個是值得現在 所有的香港建責生 無論男女 一個呢 反面搞錯 你看一下現在 有沒有人來提鄭師兄 以前在你身邊的人 會不會 會不會 你不想見到這樣的場面 你不想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你身上 好好地騎馬 我找這麼多 老實說 做個騎師 真的好過很多人 你想一下 你幾十多歲 年輕人 年輕人 你出來 你找不找到這麼多隻 一個月起碼過十萬 你找不找到 還有宿舍給你住的 是吧 你自己想吧 還有 老實說 騎師不說的 貼士 媽媽問你 女兒 這隻有沒有機 你也不會說 不說的 沒有人知道 那你也會贏 對不對 你說騎師不買馬 她老婆買不買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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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 她朋友都可以買 所以 你除了獎金 這隻馬 也有你的朋友買下去 是 喂 分些給你送 三成 沒有人查你 所以我說 你根本 除了正身 還有很多獎金 是你意想不到 夠的了 人不要那麼貪心 一喊要找很多 即少成多 就是我奉獻所有的香港 建築騎師 尤其我們香港仔 千萬不要 阿輝仔 火車搬來 你有機會 你真是記得沈大哥的說話 千萬不要 不然 你又好像余健和哥哥 那樣煙滅 一個天才 就去了澳門 澳門有什麼東西 你賺到錢呢 對不對 千萬不要 要謙虛 要學習 向博雷拉學 沒錯 拼命地研究 不要不靈精怪 這樣我相信 我們香港都很想 蔣小妹 火車搬 梁家俊 楊明倫 楊明倫 和莫雷拉 這班 所謂 潘安的弟弟 那些人 我們香港人一定支持你 開心 對不對 我們香港人 要懂得香港精神 不要令到我們馬迷失望 一定要你贏 你騎給我們看 跑給我們看 沒錯 這節先講到這裡 下次回來繼續吧